我買一個手袋 我會去買代購 我就是為了省幾百元 但有時 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去買樓 為甚麼這麼快 你就會立即落到一個決定 給一張幾百萬的支票出去買樓 以唐興妹出道的黃生兒堂妹 唱兒優質演 經常在電視看見她的身影 看上嬌嬌嬌的堂妹 其實是家裡的大家姐 兼經濟支柱 出道以來一直賺錢養家 早前進攻弟弟去英國留學 到底堂妹又有甚麼理財心得呢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買保險 我是問公司借錢買保險 那時我是未有收入的 但我老闆很支持我 因為他覺得你有這個想法是對的 因為首先 最重要是你生命最重要 還有你爸爸媽媽的醫療支出 如果突然有甚麼事 就是Touchwood 吃的時候 你起碼不會突然很慌 你不知道去哪裡找這筆錢出來 除了買保險之外 堂妹也試過投資股票 不過因為承受不到股市波動 最終改為買黃金 由興趣去投資 但我最大的興趣是 我發現了是黃金 所以我看黃金的ETF 或者黃金的一些走勢 我自己就會有興趣多一點 如果我再看 我都試過買過一次這麼大把股票 我真的沒辦法去看 他那一本東西 是完全是說甚麼 但反而黃金 我會覺得很簡單 這件事影響他這個 我就覺得整個過程很有趣 好像查案一樣 這件事又會影響黃金走勢 最近有甚麼新消息 可能是除了出口術而已 又會令黃金升一升 跌一跌 我就覺得好像好玩很多了 所以我都覺得投資是要說你自己喜歡的路向和興趣 自然是保守投資者的堂妹 忠誠長線投資 例如是黃金和基金 雖然有基金經理幫忙 堂妹亦認為自己有責任了解基金的回報和成分 自己是有責任去理解清楚 你自己買的財務產品是有甚麼成分 或者別人當刻跟你解釋清楚 你自己問得夠不夠多問題 我買一個手袋 我去買代購 我就是為了節省幾百元 但有時 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去買樓 為甚麼這麼快 你就會立場落到一個決定 給一張幾百萬的支票出去買樓 為甚麼會是這樣 其實是代表甚麼 這件事太複雜 但明明你是要付出幾百萬 但你不去理解當中的所有原理 其實是你自己的問題 即使你將來租不出 虧的或是有很多問題 你有沒有了解清楚發電商 這些其實是你的責任 那樣非常有問題 Wisses 更對 我們不信任 我們不信任 我們不信任